泰国总理8月28日透露 本届政府从上一届政府接收的 1800万吨质流大米 经过调查 其质量初步确认只有10%的大米质量合格 70%质量低略 剩下的20%则是遗失或者无法使用的略质大米 8月表示 由国务院事务部长巴纳达主持的 全国官方米仓调查统计委员会 已向内阁会议提交调查统计结果 发现营拉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 1800万吨大米质量合格率仅为10% 剩下的70%为质量低略的大米 以及20%为遗失或者无法使用的劣质大米 政府将把该统计资料移交给国家反贪委 作为调查前政府大米点压舞弊的证据之一 巴宇说 对于质量合格的10%的大米 政府将尽快出清库存 至于新产季的大米 政府将支付农户90%的米价 作为农户带政府库存管理的新操作方法 如果市价转高 农户可以直接出售大米 同时政府也可以降低仓库管理的费用 相信这一举措将对改善盗农生活质量有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